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出来就遇到了蜘蛛怪 蜘蛛怪的身体庞大 枪弹不入 能够利用身体上的巨爪可以轻易地制人于死地 但是中国超人不甘示弱 立即变成了巨人来对付这个蜘蛛怪 跟着遇到了长毛怪 长毛怪用雷电光来对付超人 但是中国超人是雷不能劈 电不能毁 又怎么能够怕这个长毛怪呢 冰河魔主是这些魔怪的领袖 他试杀成性 冰河魔主又派了植物怪来破坏整个的科学院 企图毁灭地球 电眼魔女利用闪光枪来消灭人类 中国超人用闪光刀大战蝙蝠怪 喷火龙 穿山怪 中国超人 用太阳甲来消灭这些魔怪 双包铁甲人 能够放出弹弓拳 弹弓头 而且是百叠不倒 中国超人 是邵氏公司为成人和儿童而拍摄的一部精心剧片 请各位千万不要错过